我这条件 找什么姑娘啊 这不是耽误人吗 我现在带大堂堂就不错了 再说了 堂堂不是亲生的 娶了媳妇 事情肯定多的 到时候我怕对堂堂不公平 当然我不否认想过这件事 也和我妈商量过 可是想到我爸 我不想堂堂不了我爸的后尘 虽然自认为 我不是老头子那种人 但是自己也很怕 无法做到完全公平 让堂堂受委屈 我懂你的意思 孩子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再多一个人 可能我们的心会变化 当年检查出 露露腿脚出了问题 我们夫妻俩花了很多钱 也没治好 甚至医生还说 她长大了可能会死 就有人劝我们多生一个 这个孩子不行 还有下一个 可是 我和你嫂子 好不容易才盼来的露露 并不想再生一个 把精力分给另一个 对露露不公平 而且露露本就生病 我们到时候 肯定放在她身上的 精力比较多 这对另一个孩子来说 也是不公平的 嗯 怪不得呢 毕竟那是一个 没有出生不存在的孩子 我们不可能 为了一个不存在的孩子 放弃现在的露露的 看得出来 你和嫂子很爱露露 能不爱吗 看着她皱巴巴的一团 嗷嗷的酷 再到她一点点会翻身 会爬会站 都是一路看下来的 那时候医生说 她治不好了 你知道我多难过吗 我真的无法接受 我还没死 她却离开我了 每次一想到这个问题 我的心就揪着疼 那时候我就在想啊 这世界上有没有鬼 有没有能交易的鬼 把我的命给她 换我女儿身体健康 长命百死 明哥 别担心 露露会好的 没事了 遇到你们之后 有希望了 所以不管我们 怎么感谢你们 我都觉得不够 以后啊 你也别担心 我给你们带礼物什么的 应该的 嗯 虽然咱们两家的 条件不一样 不过既然我们认识 你也把我当弟弟 咱们就别分得太清楚 我这辈子没个亲兄弟 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哥了 好 我家里就我一个儿子 以后你就是我弟弟 嗯 是弟弟 就别跟我太见外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这个做大哥帮忙的 别客气 我要是有什么 要你帮忙的 我也不会跟你客气的 嗯 我知道了 不少人响应了号召 真晒了竹笋 于是带着这将近上百斤的笋 陈锋再次来到了市里 老爸 是碗叉烧粉 赚钱了 先吃点好的 好耶 吃 吃好吃的 哈哈 今天我请客 这次我请客下次你请 成啊 下次就我来请客 你们都别花钱 哇 堂堂 饿了吧 快吃吧 这可是二爸给钱请你吃 可香了 小心烫啊 刚端上来 多烫着呢 小兄弟 之前是不是见过啊 嫂子 前阵子我们也在你这里吃过粉呢 你忘了 我记得 我记得 你之前跟我男人说过 他身体有问题的那个 呃 老板今天不在吗 你别找了 我男人住院去了 啊 说起来 多亏了你那天说的话 我第二天就带着我男人去医院检查了 他身体真出毛病了 医生说检查得快 影响不大 做个手术 休息一阵就好 要不是你提醒 我男人还想拖呢 医生也说了 再拖个十来天 这病可就不好治了 今天这顿 我来请 谢谢你的帮忙 老板娘 不用这样的 我那天也就随口一说 那呢 没事 没事 你虽然是随口一说 但是救的却是我男人的命 这点东西 还不够我感激你的 吃吧 想吃什么跟我说 别客气 吃 吃 老板娘 现在大哥还在住院 到处花钱呢 我知道 就送这么多了 多的也不送了 老板娘 既然你不收我们的钱 这里有点损肝 送你吧 哎呦 不行不行 没事 我们自己村里挖的 不花钱 你拿着吧 要是好吃 下次买点 成啊 那我就收下了 再来到阳风市场 这次他们直接到了里头 找到了方二叔 同样的 他们的竹笋很好 方二叔全部都要了 上百斤的竹笋干 直接卖了一百八十块 余下的一些都送给了方二叔 另外 陈峰自己挖的药材 这次卖了三十块钱 咱们这不是在做梦吧 要不 我给你一巴掌 不用 不用 我相信是真的 发财了 发财了 咱们这里却算是发财了 好了 咱们这赚钱的事情 别跟人说 咱们兄弟三个合作就行 大卢你呢 不为自己想想 别整天扶着你哥哥他们 自己攒钱 也要娶媳妇的 别人要问起来 你就说你跟着我和得子干事 赚点跑腿费 可别说自己也挣了钱的 对的 你家那是个无底洞 你弟弟妹妹可以照看点 但是你哥哥他们都结婚了 自己家顾着自己家的事 可别整天让你来养家 行了 咱们先回去吧 回去继续干 放二叔说了 咱们祖孙好 卖点快 咱们多找点 再过阵子 这祖孙也要编苦了 就没得吧 成 怎么又花那么多钱啊 这挣钱不容易啊 没事 这次出去 我挣了这么多 这么多 嗯 其实也没到七十 六十六块六 所以 赚钱了 买两斤猪肉怎么了 行 能挣钱就好 挖多点 赚多点 挣钱 挣钱 你看 堂堂都喊着要挣钱呢 不过现在天气热了 现在山里竹笋渐渐少了 好多都长出来 或者不长了 估计过阵子也要没了 没事 咱们现在日子过得 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 嗯 再说了 山里还有一种下笋吧 那种笋挺多的 就不知道能不能也卖掉 对啊 没事 等我以后去找方二叔问问 能卖就卖 不能卖就挖药材 卖别的 嗯 卖 卖掉 赚钱钱 看 堂堂也说能卖掉呢 嗯 这孩子金口一开 好运自然懒了 嗯 陈锋 怕堂堂压到 于是就想帮堂堂拿走木 爸爸 不须抢娃娃 没抢 没抢 让你放旁边睡觉呢 万一压着了怎么办 没事 没事 堂堂乖 也不知道这木头娃娃有什么好 也讲过买新的 但是这就挨着赌一份 抱着不撒手 也不好再拿走 第二天一大早 陈母 打算上山割点猪草 我等会跟他们去山里割猪草 听说发现了不少骏子窝 我得去看看 可能要中午才回来 不去 不去 不要去 堂堂啊 奶奶去给找好吃的 你松手 不去 不要去 堂堂快撒手 奶奶回来会给你带好吃的 不去 危险 什么危险 看 下雨 雨 轰隆隆 轰 什么东西 陈母去看着那天空 记忆突然想到几年前的一天 妈 你怎么了 算了 不去了 堂堂说的不是没道理的 现在看着天气好 山里时不时有云雾过来 一下雨 容易扇你倒塌 我去跟翠莲说一声 明天再去吧 行 我看着等会山里要下大雨 那边的山土松软 容易清闲 带天去吧 好 昨天大宗家的捡了不少白蘑菇 不去给人捡走了 还捡了不少好东西呢 你们不去 我们去 你们呢 别到时候看我们羡慕呀 就是 还说什么下雨山红 想什么呢 这天气 会出事 好好好 没事 咱们不想去而已 别管他们了 正好去的里转转吧 前两天孩子说要去摘山泡子 我们去摘点 成了 我去摘山泡子 我去摘山泡子 我去摘山泡子